刚才看过了三种树屋 现在就来寻找第二大的奇葩民宿了 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个鸟龙民宿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鸟龙民宿有什么特色的地方 它的外观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鸟龙啊 这边已经有人入住了 所以我们就敲门看一下里面的一个 这边的感觉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房间 像我们平时住的酒店还有我们平时住的房子 都是正方形的一个格局 像这种圆形的酒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还有特色哦 据说来这边住一晚上的群里 第二天回去都会结婚哦 你看我不醒了 我不醒了一定不醒了 一个圆形的船 这是我们闷闷以求的船 你看闷闷以求的船 感觉这些都是如此的神奇跟奇妙 二楼呢就是一个卧室 那我们现在上三楼看一看 但是这个楼梯还是很陡的 所以说我们走的时候还是要得非常小心 要不然会滑落下去 这边才叫做云梨滴海景房 它上面的一个风格呢就是那个欧式的一个田园风格 然后这边呢都是有一个白色的一个那个铁椅 好漂亮哦 再配上一杯浓浓的咖啡 感觉怎么生我这么惬意啊 现在我们在三楼看到三楼这扇顶部 既然还有一个公子 就是真正还原了一个鸟绒的一个形状 攻注女人的心 攻注男人的心 赶紧跟我去结婚吧 虽然说我是个大神狗 也没有男朋友也没有女朋友 好了我们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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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an offene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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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粉 吝点你